今天咱做一个 楼窝比羊肉还好吃的羊排 不腥不散 麻辣鲜香 媳妇给了100块钱 让买羊排剩的钱我藏起来 咱别告诉她 羊排想做好 挑羊排非常关键 一定选的那种小嫩羊 不肥也不特别瘦 带一点点小肥瘦的 特别特别好吃 给它拉开 羊排做好 拿凉水洗一下 焯水 冷水下锅 加入料酒去腥 开锅之后披掉红沫 凉水给它洗一遍 洗锅烧油 俗话说的好啊 猪不焦 羊不料 所以羊特别喜欢花椒 花椒变香 加入葱姜蒜 葱姜 葱姜 不变不香 泥的变香 加入皮线豆瓣 炒出红油 加入火锅底料 羊排 边缘的翻炒 看这颜色都已经特别要人了 加开水 没过羊排 加入提前切好的白萝卜 大火烧开 小火煮够一小时二十分钟 现在羊排已经熟透了 最后咱加盐 看看 想吃吗 最幸福的时刻到了 我先尝尝吧 软烂口骨 有这羊排 咱还是吃这羊肉串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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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